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第一人的脚步 2.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人类航天的巨大飞跃 3.阿姆斯特朗遗产,太空探索的永恒象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第一人的脚步 2.尼尔·阿姆斯特朗,这位名字响彻星际的太空漫步者 他的一小步,确实成了人类的一大步 想象一下,1969年7月20日,这位宇航员,或者说是宇宙的旅行家 穿着笨重的太空服,在阿波罗11号任务中 从登月苍蝇中缓缓走出,将他的左脚印刻在了月球的尘土上 这一幕,不仅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类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胜利 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之前 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巴兹·奥尔德林在月球上差点没找到停车位 是的,你没听错,他们的登月舱在寻找合适的着陆点时 差点因为燃料不足而告急 想象一下,如果月球上有停车机时员 他们可能会因为超时停车而被罚款 而且,阿姆斯特朗的那句著名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是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句话,在他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座右铭 但是,有趣的是,阿姆斯特朗后来表示 他原本想说的是,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一个人类的一大步 不过,无论他说的是哪个版本 这句话都已经刻在了历史的石碑上 另外,你可能不知道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并不是只有走路和跳跃那么简单 他和奥尔德林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包括安装了用来测量月球内部的地震仪 以及收集了月球岩石和尘土样本 这些样本后来成了科学家们研究月球起源和结构的宝贵资料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尼尔·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后 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成为全球名人而大幅改变 他选择了回归平静的生活 继续他的教育和研究工作 这位灯月英雄用他的脚步在月球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但他的谦逊和专注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所以,下次当你在夜晚抬头仰望明亮的月亮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里有一双靴子的印记 它们静静地诉说着人类探索未知的故事 而阿姆斯特朗,这位星际舞者 他的舞台虽然遥远 但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向着未知前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 人类航天的巨大飞跃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著名的一小步 它不仅仅是一只靴子在尘土上的印记 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 1969年7月20日 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了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类 他那句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瞬间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语录之一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背后 有着一系列的幽默和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首先 阿姆斯特朗的这句话 其实是他在前往月球的途中想出来的 想象一下 你正坐在一个装满燃料的巨大金属罐子里 飞向一个从未有人踏足的地方 而你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 你一跳出来要说什么 压力山大 再来 尽管这次任务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 但实际上阿姆斯特朗的那一小步并不容易 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细腻的月尘 这让他的第一步感觉就像是在沙滩上行走 想象一下 穿着笨重的宇航服 在一个你只有地球上重量六分之一的地方行走 每一步都得小心翼 以免摔得四脚朝天 那可就不是一小步 而是一打摔了 此外 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巴兹奥尔德林 在月球上并没有太多时间去建造沙堡 或者打高尔夫球 他们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 包括收集岩石样本 部署科学实验设备 以及拍摄照片 这些活动都是在严格的时间管理下进行的 因为他们的氧气和电力供应都是有限的 所以 尽管他们是在月球上度过的 但这绝对不是一场轻松的野餐 最后 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准备返回地球时 他们发现一个小问题 月球模块的发射按钮坏了 想象一下 你在月球上 距离加几十万公里 而唯一能带你回家的按钮却坏了 幸运的是 他们用一支笔 或者是一根开关杆 关于这一点有些争议 成功地触发了开关 让他们安全返回 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比例时刻 总之 阿姆斯特朗的那一小步 确实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一大步 但这一步背后的故事 充满了挑战 智慧和一点点幽默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成就 也可能伴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阿姆斯特朗遗产 太空探索的永恒象征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阿姆斯特朗 一个名字 几乎和月球表面的灰尘一样 深深地印在了人类历史上 尼尔 阿姆斯特朗 这位宇航员 航空工程师 大学教授 还有 别忘了 他是第一个在月球上 留下脚印的地球人 他的遗产 哦 那不仅仅是一小步 而是一大步的启示 告诉我们 太空探索的意义 远超过了简单的星际旅行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阿姆斯特朗的名言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但是人类的一大步 可能是太空探索史上 最经典的一句话了 这句话 不仅仅是在描述 他从阶梯上迈出的那一步 更是在说 我们人类从未知的恐惧中 迈向勇敢探索的那一月 太空探索的座右铭 激励着无数人 向着星辰大海迈进 但是 阿姆斯特朗的遗产 并不仅仅停留在 他的话语上 他的脚印 那些在月球尘土上的印记 成了人类永久性的标志 想想看 那些脚印 可能会比任何地球上的雕像 都要长久 因为月球上 没有风和水来侵蚀他们 这简直就是太空版的 我到此一游 而且 阿姆斯特朗的遗产 还体现在对后世的启发上 他和阿波罗11号的 其他成员一起 向我们展示了 通过团队合作和科技创新 人类可以克服 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他们的成功 不仅仅是美国的胜利 而是全人类的胜利 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不过 让我们也别忘了 阿姆斯特朗的遗产 还有一点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外星人 在未来某天访问月球 他们会怎么看待 这些奇怪的脚印呢 他们可能会想 地球人真是奇怪的生物 跑到月球上 就为了留下几个脚印 和一堆旧设备 当然 这只是我们人类 自娱自乐的小幻想 但谁知道呢 总之 阿姆斯特朗的遗产 是多层面的 它不仅仅是 太空探索的象征 也是人类勇气 好奇心 和创新精神的永恒纪念 而且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在月球上 建立了旅游业 阿姆斯特朗的脚印 可能会成为 最受欢迎的 历史遗迹之一 想想看 那将是多么壮观的一幕啊 总结起来 尼尔 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 确实是 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 它的脚印 不仅仅是 科技的胜利 更是人类探索精神的胜利 它的名言 成为了 太空探索的座右铭 激励着无数人 向着为之迈进 它的遗产 不仅仅是脚印 还体现在 对后世的启发上 它向我们展示了 团队合作 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以及人类可以克服 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它的遗产 也有一点点幽默 想象一下外星人 在月球上 发现它的脚印时的反应 那将是多么有趣的一幕啊 总之 阿姆斯特朗的故事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向着为之前进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登月的历史 有什么独特的观点 或者问题吗 请在评论区 与我分享吧 让我们一起 探索宇宙的奥秘 一起激励彼此 向着更远的星辰大海迈进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